阿伯的BLAMBO換了七年齁 今天突然有一天發現那個煞車總辦的液面的下降 大概跟這次解釋一下 煞車油被液面下降大概跟來令片的磨損是有關係 因為裡面的油是不會蒸發的 那你看我們一般來令片換新的話 油面正常會打到上限 現在在最下限制表已經來令片有磨損 阿伯今天來到樹林 我平常來的店家要從內服跑到樹林來 今天換的來令片是SBS的來令片 希望效果會比我現在還是原廠BLAMBO 希望會更好 因為準備三月有可能會再去一次賽道 因為十二月的時候沒有去到 我們就先把車子撐起來 然後再請老闆 偉紅阿翼幫我把卡鉗卸下來 然後你看喔 這是來令片已經吃掉大概一半再多一點了 因為是小油杯的關係齁 所以那個液面的下降特別的明顯 因為小油杯比較帥啊帥啊 不太想換大油杯 順便 因為這個換了七年了齁 這卡鉗 清潔一下 大概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把那個活塞往回推的時候 你看 往回推的時候 煞車油 你看都沒有換齁 就會升起來齁 這代表是來令片的磨損才會導致油面的下降 現在我們來抽一些空氣 把裡面的剩的油啊 抽乾淨 然後再補新的油進去 那因為我之前用的煞車油品質好像沒有很好的 它有些添加物的電子髒東西 所以阿姨現在幫我在做一個循環 把一些髒油 倒一些新油 讓它裡面一直亂把髒油給逼出來 你看 雖然就是目前 還一片公安好後的地位高度 正常的高度 現在再 放一些空氣 總磅的空氣 一些調整 壓一壓 有點跟汽車一樣 踩一踩壓一壓 那今天就到這囉 掰掰